同一老谈酸菜面吃到老鼠头事件后续来了 爆料人山视频改网名 签名则一有所指的写着 胳膊拧不过大腿 甚至有网友爆料该账号已注销 从爆料投诉到注销账号仅仅两天时间 这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 7月14日 杭州网友吴先生在网络爆料 称自己在同一老谈酸菜面里吃出了老鼠头 很快引爆舆论 从吴先生发布的图片来看 很明显就是老鼠头 当天他也向当地市场监管部门进行了投诉 7月15日 吴先生再次发布视频 称统一工作人员正在处理中 之后蹊跷的一幕发生了 视频很快就被设置成了私密 而7月14日的爆料视频也被删除 更耐人寻味的是 吴先生将账号名改成了米奇梅头脑 而签名似乎一有所指 胳膊拧不过大腿 面对网友的询问 吴先生则表现反常 称样本不小心被自己弄丢了 这件事到此为止 不要再问了 之后据网友爆料 当晚米奇梅头脑 这个账号就注销了 我去搜索了一下 同名的有三个 第一个IP显示四川 而吴先生IP是杭州 后面两个粉丝才一百多 显然这三个都不是吴先生 所以他很可能确实注销了账号 从吴先生爆料投诉到注销账号 仅仅两天时间 这件事的过程确实挺抽象 令人费解 在相关部门设事企业 给出正式通报 以及合理解释前 的确令人浮想联片 其实这件事从一开始就比较有争议 舆论分为两派 悲观派和质疑派 悲观派表示 康师傅用脚踩统一出鼠头 这老坛酸菜面以后还能吃吗 而质疑派则更细心 他们对爆料人吴先生提出了质疑 说那么小的酸菜包 是如何装得下那么大的老鼠头 即便装得下 酸菜包也得鼓包 吴先生难道就看不见吗 虽然热点事件反转的例子屡见不鲜 但有了鼠头压薄的前车之鉴 如今的消费者都犹如惊弓之鸟 一点风吹草动 都容易触动大家的神经 所以还是需要官方尽快给出调查结果 问题到底是出在涉事企业 还是爆料人 给大家一个明确的说法 好让网友们安心